OK 停 不要再抖動了 抖動中 好 我一定要看這個影片 我覺得要回去了 一定要看 頭暈了 待會我們講的東西呢 是生光熱 我是帥哥 好 你睡了 聲音呢 是我們平常都會聽到的 誰會聽到聲音 我聽不到 你聽不到 聽不到廢話 我聽得到 我聽得到水 像我剛剛聽不到聲音 我聽得到 我聽不到聲音 我只聽得到震動 我只聽得到震動 什麼時候你會覺得有聲音 不知道 在音樂聽的時候 空氣被震動的時候 你就會聽到聲音 空氣被震動的時候聽到聲音 只要有人講話你就會聽到聲音 好 只要你消耗了 噓 我現在空氣震動 你有聽到聲音嗎 有 更大的震動 什麼叫更大的震動 俊夫講個觀念 講個動向觀念 更 大 大的 震 大的 更大的震動 什麼叫做更大的震動 俊夫講一下 什麼叫更大的震動 就是 What is the bigger vibration? What is the bigger 聲音 測量聲音的單位 測量聲音單位 分配嗎 對,分配 因為你的動作 分配不會那麼大 那一定要有一定的分配 請說一句話 是平定嗎 是平定 周圍先生 因為你講一個新的名詞 所以我請你寫一下 什麼叫做分配 分配多 分配多分 分配多分 對,分配三小的動作 那這叫什麼 聲音大小的動作 聲音大小 聲音震動大小 聲音震動大小 空氣震動 我無視 剛剛 剛剛 小偉跟講說 測量聲音大小 他特別提到 就是測量聲音震動 聲音震動 聲音震動大小 聲音震動 空氣震動 唉呀 修音震動 你一到分配 所以我這聲音分配測不出來 對不對 然後 那什麼情況 分配測得出來 在怎麼樣 腰 夠 有 夠有力的震動 這樣有力 沒有 這樣有力 這樣有力 蛤 你要再用力 你手就斷掉了 然後他一直到物體動 對不對 好 我們來講一個震動 小偉是物體跟氣體 你要弄出震動 需要非常滿意 但是問題是 小偉是物體跟物體 碰撞 震動就很容易 所以剛剛 許甫講一個東西 大家仔細聽每個人講話 因為 其實每個人講話裡面 都有一些暗藏一些玄心 剛剛許甫講那個就是 碰撞 所能帶來的震動比較大 你問一下 他人的震動比較大 所以你比較容易聽到 聲音 所以這個震動不難去碰撞 好 我問一個問題喔 當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也很容易被那種聲音吵醒 或是在夜晚睡覺的時候 不會 不會啊 蚊子 不會 阿 炮雪今天早上被我的音樂吵醒 蛤 你現在問的這個 你現在問的這個 我現在 大部分的震動都會寫出來 我剛剛講聽了 那是因為 大肢膀高速震動 對 請問他有碰撞嗎 有 他有碰撞嗎 他有碰撞的東西 他有碰撞的東西 碰撞的東西 對 我剛才沒有碰撞的東西嗎 有但是你不夠快 所以 他剛剛講 他講愛心的觀念 他講愛心的觀念是什麼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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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腳是不緊的 男人就是怕快 聽 快 快 什麼快 你可以做個示範 什麼叫快 什麼叫慢 快 他慢了 OK 好 我們從剛剛那個情況來看的話 在 在生活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快跟慢的差異 蛤 就像他手 這樣比 可以啊 玩疑味叫快慢啊 喝喝喝 幹嘛 有必要去吃藥啦 剛剛來了還要壞 假設啦 假設現在有兩條繩子 一條繩子是這樣子 欸 我已經想到你的意思了 哇 另外一條繩子是這樣子 哇 這繩子太厲害了 誰可以那麼有波浪的 對 好 哪一個 哪一個會比較快 如果這樣感覺哪一個比較快 蛤 底下那個 底下這個比較快 對啊 感覺 那這還個甜點啊 同個時間 啊 對啊 同個時間 從這邊到這邊是同個時間的時候 我們會說這個比較快 腳底下是 但是 實際上我們不會講說這個比較快 腳底下是一個小時上面這個地方 那絕對上去比較快 但是我們不會講說比較快 我們通常會講說這個頻率比較高 蛤 好 頻率比較高 對 這只是在跟這個快來做的對照 震動比較快 頻率比較高 對 震動比較快 頻率比較高 假設我這邊到這邊是需要一秒鐘的時間 我這樣 這個震動動作法是 只有 只有1.5次喔 兩次不可以感覺發射動 沒有它只有1.5次 從這邊開始 結束一個周期 再從這邊開始下來 所以它只有1.5次 為什麼我這樣是一個周期 喔喔喔我懂 我懂 我們所謂震動是 這樣子 回來 叫一個周期 有懂嗎 看到我的手 看到我的手 這是水平線 這樣子 是一個周期 蛤? 這樣 我聽得到 這是水平線 上去下來 到這個平 一個周期 喔喔喔 所以假設我現在畫個水平線的話 上去下來 四個周期 上去下來 半個周期 再半個周期 就敲過去 我隨便畫的 大家想像一下 好 一秒鐘之內 我這個纏著1.6個周期 一秒鐘之內 都纏著7個周期 誰的頻率比較高 所以什麼叫做頻率呢 好接下來我們來定一下 什麼叫頻率 什麼叫做頻率 什麼叫做頻率 什麼叫頻率 什麼叫頻率 你剛剛做一個老師 這樣 我就不會了 我的比較慢 你的頻率比較慢 OK 非常好 一秒鐘 震動多少個周期 或多少個次數 就叫頻率 一秒鐘震動多少個周期 不然怎麼講 不然怎麼講 周期不是說 一秒鐘 一個全國 就是一個全國 就是一個全國 什麼 周期的T應該是 一個全國 是多少 然後不能講一個周期 呃 這也沒有問題 修益思考中 對啊 好 我還懶 你在講沒錯 這幾個幾次 震動幾次 或是完成幾個全國 剛剛那個 照片就算我 是全國跟周期的意思 我剛剛講說 一秒鐘震動幾個周期 那我的意思是 當然講全國 但是全國跟周期 現在有一個 有一個不太一樣的解釋 我們兩個再解釋周期 好 簡單來講說 一秒鐘震動幾次 什麼樣一次呢 就假設這個水平線 我震動開始發生 大概一次 是 這樣清楚吧 一次 兩次 這樣 所以說一個 所以說一個 全國 全國 一個全國就是 一個全國可能會有 一個很高 一個 稍微低一點點 什麼意思 就稍微低一點點 你說是 幾次的一個比較高 有可能啊 這個也是個全國 我的全國的也是這樣子 很厲害 有可能是這樣子 每個全國 所以 全國 每個全國的地步 全國也可能是這樣子 全國也可能是這樣子 全國可能是這樣子 好 全國 你只要是 他是 完整的一個 從頭到尾的一個 我們叫做 一個 規律性的東西 就是一個外國 所以 就看你自己波的 其實是怎樣 那這個表叫什麼 但是正常來講 我們不討論那奇怪的波 我們常常叫做正旋波 討論它正旋波 就是說 它是一高一低的 正旋波是我們平常常看的 就是兩邊一樣高 對對對 假設水瓶天的話 它是 你確定有一樣高? 你要用法眼嗎? 法眼 好不好看似就是沒有一樣高 這是聰明的 就看得出來它是一樣高 然後你說 頻率就是頻跳有點暈 我們點月日已經摸一千了 嘲諷 頻率就是一小鐘幾次 有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生活中常常的頻率 這個名詞在哪裡 好 譬如說 我們常聽的松機 有AM跟FM 你知道嗎? 嗯哼 知道啊 有聽過吧 但我們不知道怎麼分別啊 不知道怎麼分別啊 無限量 這就是 這叫做 K赫子 這叫做 M赫子 K記得是什麼意思嗎? 記不記得 K就是什麼 什麼 K K 我們在第一堂課就講過了 什麼是K 千 非常好 一千嘛 記不記得 欸這個同學 這個同學 跟你講這是新的開始 新的開始 是 It's a new start OK OK 這是什麼 K是什麼 一千 什麼是AM 萬萬 那為什麼不是修 千的一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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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 千的一千倍 這是KK 是千萬 K你啦 百萬 非常好 我還不來 百萬 這是百萬嘛 1的後面有六個0 喔 那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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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K 千千千 什麼 沒事 新換了 好了 那現在你們有沒有聽過 這是 藍牙 不是藍牙 這是什麼 Proton 啊這是手機 手機的頻道是短波 他是什麼 很短波 2.4G G是什麼? G赫 好冷 G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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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沒看過那個公司 人沒看過,我第一張真的搶過的 完全不一樣一圈 一圈 一圈 你沒看2.4G是嗎? 說了Y5 說了Y5 就是2.4G的頻道 可以上去就M,上去就G OK,別當好,這是10 一等外面幾個0? 9 9 9 你的後面9 你啊,神經病啊 帥啊,好帥 好 這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想一下是什麼意思 這是我們常用的 這個 中文集 AM已經很早聽了 AM已經很早聽了 AM叫調符 調符就是K赫子 赫子就是平均的單位 赫子就是 10種裡面的那個 赫子就是平均的單位 它的中文就是這樣 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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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怎麼寫 這怎麼寫 啊,現材啦 赫子這怎麼寫 赫子喔 赫子是一個超級 對啦 赫子就是 10種子聖地裡面才會有 赫子 赫子 HZ 赫子 什麼是一個赫子 每秒針動一次嘛 就是1赫子 每秒針動一次嘛 每秒針動10次就是10赫子 所以我們講說 這個調符 調符廣播網AM的時候呢 它的電波進來 是每秒針動1000次而已 所以它的聲音比較沒有解析度比較差 它聲音大部分只能單音 聽的就是 單聲道 立體聲跟單聲道 是不是 立體聲就是兩個耳朵聽到的聲音是不一樣 所以你感覺東西從左邊到右邊 或從右邊到左邊 這要立體聲 喔喔喔喔 啊單聲呢 單聲呢 單聲呢 因為右邊的耳朵聽到是一模一樣 所以你只能聽到有聲音 你可以感覺就是聲音從哪邊到哪邊 真的 就沒有辦法 所以AM是單聲的齁 AM就有單聲 AM是單聲的 AM可以有勉強可以做到立體聲 但是很難齁 但是FM基本上都是立體聲 所以FM的音樂就很不同了 你看FM在聽那個聲音的時候 你可以聽到左邊是bass 右邊是高音 或是左邊是人聲 右邊是音樂 你可以看到他 現在一般不是一個人聲都怪 對 兩邊聲音一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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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覺得在中間 那有時候聲音會忽左忽右 那是FM的效果 他立體聲 立體聲就比較豐富一點 因為他呢 一秒鐘針到底是 一百萬次 基本上一百萬次 但你不用力 不用力 是一 你看到AM在調的時候 96.6 什麼意思 就是96.6 MHz 或者 108 MHz 完全調那個頻率 那這樣還不夠用嗎 我們現在網路實在是夠不夠用 不夠用 現在是用幾感 一秒鐘針重幾次 一秒鐘針重 這就是什麼 一點點 來 你你你你你你 百萬千萬 一十億嘛 一秒鐘針重十一次 有 也就是他一秒鐘可以傳送大概這麼多的資料 那他是2.4乘 再乘到2.4 什麼 2.4 所以是2 24億 對 24億沒有錯 一秒鐘針重24億 現在有沒有照 有啊 現在有照 現在沒有啊 但是以後我有 沒有 這是 照是不是T啊 但是這樣這很多塊 照是T對不對 T啊 T啊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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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T超有Power的耶 欸那什麼睡覺 睡覺就沒有 什麼睡覺沒有 為什麼進睡覺裡面就沒有 Wi-Fi嗎 3G 行動網路 FM 因為 它是一個封印的一個地方嗎 好 我們等一下講到那個 講到波長中在一起是類的 好 我們等一下講到波長中在一起是類的 所以 頻率懂了嗎 頻率的意思知道了嗎 是 我們在這場生活中 在聽收藝的時候 可以知道這些頻率的關係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 什麼叫週期 什麼叫週期 剛剛趙宗就是什麼 什麼叫週期 什麼叫週期 就是一秒鐘 然後 一個全波需要多少 一個全波需要多少時間 週期的意思是說 一個全波所需的時間 所以它們是反過來的 欸非常好 是反過來的意思 週期的時間 非常好 好舉個例 舉個例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我講過了 這邊需要一秒鐘的時間 上面這個波 它的週期是多少 週期是1.6 沒有沒有沒有 上面這個波的週期是多少 很小 蛤 上面這個波所需要的週期 它的週期是多少 哦 3分之2 多少 3分之2 有沒有問題 3分之2秒 有沒有問題 3分之2秒 3分之5秒 對 因為它 它1秒鐘 有問題 有問題 你有一點 花太長 有一點吵 你不要管我這個 我就跟你講 它是1.5個波 1秒鐘它走了1.5個波 所以相當1個波 所需要的時間是3.5秒 這樣問題 對 OK 什麼問題 我想說 我要做一個 你要解決你的問題 我覺得 你是不是跟我 呃 對我 對我的課有點異見 加上 還要去製造 嗯 這個時間會去的 好 那你要想說我改變你的時間 好 不行 等一下 念一個專有名字 你還沒講 你要講那個專有名字 你還可以去 生理時工 不是啦 那不是 那個行為 那叫什麼 我忘記了 林傑 林傑 去林傑啦 混蛋 事實上這個過程不會叫林傑 很慣張 好啦 那下面這個波 下面這個波的周期是多少 蛤 下面這個波的周期是多少 周期應該只有7分之 是 很齊啊 7秒 7分之1秒 不是 7分之1秒 對嗎 你看 好他一秒都正中7次 所以他每次需要的時間是7分之1秒 對啊 那合不合理 合理啊 合理啊 7分之1秒 沒有錯 所以這是頻率跟周期就知道了 是 好 那我們來看一個 這個高度叫什麼 這個高度叫做 聖波的高度 耶 聖波的高度你們全是代表什麼東西 正伏 它是正伏 我們在定義上叫正伏 現在我要問你們指標是要看速度有沒有 正電 負電 它表到幅度喔 震動的幅度有多少 好 你現在看嗎 假設你來拿一套身子 這樣子比較累 還這樣比較累 對於機器大小都沒差 都會累 機器大小都沒差 什麼機器大小都沒差 那個電話的時候機器都沒差 我沒有聽到你再講 我記得之前 以前不是有種 類似我怕心在那種 只會往前跑 對對對 那你說什麼都沒有差 機器 對機器來講沒有差的 他們有差啊 有差一條 有差一條 你這樣子震動 一直要這樣子震動 所以那個手絲是什麼 就是一條A絲絲 你這樣子震動 跟這樣震動 應該是幅度比較大的 會耗比較大 這樣同意嗎 弧度比較大 是比較耗比較大的力氣 我懂意思嗎 所以弧度比較小 所以弧度比較小的 你所需要耗的能量比較少 你弧度比較大 需要的能量比較少 所以這個是什麼 所以政府的大小 所以我們看一下有亮亮的大小 相當於能量的大小 相當於能量的大小 政府的大小相當於能量大小 那如果就我們的聲音來講的話 你會覺得政府跟什麼有關 政府 政府的大小跟誰有關 政府 跟誰有關 所以 亮亮的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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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你今天等會 差點頭就進下去了 我覺得我不能一直 太封肯在不想聽的同學聲張 因為浪費大家的時間 不想聽 我不能浪費大家的時間 握成之後 那就擺著 對不對 玩得怎麼樣 我怎麼搬到石頭 好 那個 政府的大小 就我們去講話的聲音來講話 假設 政府大小 那至少跟他們需要的力氣跟能量有關 哈囉 這位專門同學 怎麼樣 什麼事情要問我嗎 沒有 我們在找你剛剛有問題 對 那 可以拿這個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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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大小跟能量是有關的 那這樣子跟我們在講話的時候 你會覺得政府大小跟什麼是有關的 高低 高低 高低喔 好 這樣子差別嗎 還是 你在說什麼 你在說什麼 哈哈 是哪個差別 大小聲 大小聲 我要講很大聲的時候 我需要的能量比較大 可是我大小聲 跟我的聲音高低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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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高低基本上那就是另一個問題 對 那是另一個問題 所以政府大小 最遇到聲音的話是大小聲 我聲音越大聲 我所需要的能量越高 我的政府相當的會越大 如果說那γο 如果看麥克風的時候 不是麥克風喇叭的時候 你看到 聲音很大的時候 基本上那個喇叭是 是 gnpn 這樣大的 如果聲音短聲的時候 那喇叭 거� 就像這樣振動而已 就跟我放的影片一樣 你看打鼓的時候 你如果打很大振動 你看到鼓面是這樣子 鼓面是很大的振動 可是如果輕輕敲 鼓面只有這樣振動 對不對 那鼓的面啊 可以感覺吧 我如果拿個螺 啪 那個螺 也是一樣 你可以看到螺這樣振動很大力 可是如果輕輕敲一下 啪 聲音的高低沒有變 可是那個螺的振動就差很多了 所以你的振幅大小 跟聲音的大小是有關係的 那聲音的高低跟什麼有關係 聲音的高低跟什麼有關係 跟我的聲帶有關係 對 跟你聲帶什麼有關係 震動 對 震動的什麼有關係 你現在都要講震動 震動的高低跟聲帶有震動的頻率 震動的周期 有震動的周期 好多說 誰的高低跟誰有關 跟聲帶 那個 跟誰有關 那個震動的次數 次數 次數 次數是哪個條件 是什麼東西 次數是周期還是頻率還是整個重要 次數是什麼 頻率 是不是頻率很高 所以我如果講話很高 這樣就是這一次 表示 表示我說 這時候生態是頻率很高的 所以為什麼 蚊子經過你旁邊之後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在動嗎 他肢膀很快 那為什麼手機的app層次 不是說虛擬的 他發出很高的頻率 他發出很高的頻率 事實上是應該是 可能蚊子不喜歡的頻率吧 可能有人做實驗 他基本上是20個 20個MHz 20個MHz齁 是人類聽力的極限 由正常來講 大多數在20MHz以上 我就聽不見了 那那個2.4G 那是什麼東西 等一下是20MHz嗎 不是20MHz 2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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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2萬 人的耳朵聽得見 大概認識上 從20到20K 那那2.4G是幹嘛用的 蛤 2.4G是幹嘛用的 2.4G是Wi-Fi Wi-Fi所使用的頻道是2.4G 那FM是幹嘛用的 FM是收音機 可是他超過 他是App 所以你聽不到收音機的 你聽不到收音機的波 收音機的波 你聽得見嗎 假設有收音機沒有打開 你聽得見收音機的波嗎 當然 你聽得見日光燈 我還沒說完 當然聽不見 OK 非常好 2.4G 20K 20K是我們聽得到的極限 有些年輕人聽得到20K 甚至21K 22K都要聽得見 但是像我自己的耳朵 但是能聽到17K 我就聽不見了 那你怎麼知道 我知道啊 我試過啊 就怎麼試 就他剛才用App 可以調那個頻率啊 他有感音機用的啊 他會要玩啊 你調到大概17K左右 像我就聽不見了 可是 你聽得見的同學 就哇好吵 好刺喔 聽久了都很痛 所以在日本他就發明一個東西 他說像公園有時候 會有一些年輕人在那邊聚集 可是公園旁邊 他就住了那個大樓裡面 可能住了很多老人家 他們很累很想睡覺 跟年輕人在那邊聚集 吵吵吵吵吵的很吵 他們就做一個東西 一種扣音器 那扣音器的頻率是20K 很大聲的播放 老人家聽不清嗎 老人家聽不清 那年輕人就會 哇怎麼那麼吵 東西在哪裡 找不到 因為這種高頻的東西 很難找到它的發聲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在譬如在那邊 我播一個東西 播一個這個招音的時候 基本上你們都覺得很吵 我招音說那個 網路上可以找到那種東西 不要再APP 然後國小的時候 可以放那個吵人家上課 然後老師就不知道發生什麼 對 就是有人用那個當鈴聲 當那個手機鈴聲 當有電話來的時候 只有他聽得見 啊 爸爸媽媽都聽不見 因為爸爸媽媽 一般來講高音的部分的耳朵容易 年紀大的耳朵受粉 聽力受粉 會從高音開始發揮 對高音上聽不見 我最強的耳朵 哇好吵 好老 我沒有叫聲音啊 好老 我記得我之前在救護車的時候 在三樓 就三樓 然後就開那個機器 照中在二樓盤上 OK 對啊 那個很吵 那個穿透力很強 那你就會穿透過去感 就覺得受不了 那聲音很吵 OK 所以這跟頻率有關 聲音高 跟頻率有關 頻率越高的 你聽起來越尖銳 越尖銳 有些人可以用手指頭 哇不錯 我覺得 因為震動可怕 麻耶 你光想像的聲音 就覺得麻麻了 就覺得心裡不舒服 好 所以我們知道政府 知道頻率 知道週期 那還有什麼東西 國長 國長 對 週期的英文是什麼 週期啊 週期的 的 的英文字是 period嗎 好像是這樣的 週期 剛剛查看 頻率是frequency 政府 政府是什麼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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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基本上我們聽到聲音是怎麼播 讓我們來想一下 想像一下 為什麼講話的聲音會到你的耳朵 為什麼聽到耳朵 因為那個耳朵震動 有什麼振動 什麼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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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怎麼樣 生態怎麼樣 我到生態振動 我這振動嗎 我振動 為什麼你聽到我講話 聽到還是 聽到 為什麼你聽到我講話 好 來 一樣給你們做一下 小微出來一下 來 借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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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做一個小小的示範 來 你們兩張一起 站在一起 實驗體 來 手伸出來 我拳頭伸出來 伸直 我拳頭伸直 我拳頭伸直 你站在旁邊 好 這個拳頭呢 代表的是空氣分子 我那邊講話 所以空氣被我震動了 震動了 你會震動過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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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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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震動 那隻手不會動 那隻手不會動 那牆不下彈回來 就是牆不下彈回來 對不對 所以我這樣子喘 就把聲音給你彈過去了 好 所以 OK 謝謝 不要太亂傳 所以空氣中的空氣分子 在幫助我們傳 我聲音講話 我的聲帶震動 我聲帶震動呢 震動到這邊的空氣 這個空氣分子 他也鼻子就互相撞 撞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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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 就把這聲音擴散出去了 而且這擴散呢 是這個樣子的 基本上這擴散呢 是乘以四面八彈 那擴散出去了 我為什麼啊 可能是你擦一擦二擦 是不是這個空氣 對 他有點像震動摩擦 他有摩擦 這位同學 很痛耶 這位同學 我們兩個一起打 猴蹄八彈就解決了 好 來啊 那誰敢打我 全部人敢打 所以當我們講話的時候 這聲音是四面八彈 因為這個分子震動到空氣分子的時候 這個分子會往四面八彈震動 所以當我們畫坡是會這樣畫的 就是這樣往外擴散 往外擴散 所以你可以看看 水面的坡也是一樣嗎 越遠會怎麼樣 越遠這個坡越來越怎麼樣 蛤 越小 你只要講剛剛說一句話這樣 我們在隨便揪個石頭 看它坡還快過散 越遠的時候會怎麼樣 越遠越小 越遠越小 越遠的時候它的政府越小 政府越小 政府越小 為什麼政府越小 因為一直打到空氣 因為它能量降低了 它能量分散出去 被空氣亂打 然後能量 它能量本來很激動 分散到後面 就越來越分散 越來越能力 越來越小 對不對 所以我講話 假設我今天猴子站在馬路旁邊 我講話他肯定不見 我不用打蛋 我要提高能量 我要把能量提高 他肯定得見 不然還有一個做法怎麼樣 我想拿他的傳聲筒 可以啟動的聲音 我不會那種聲音 哇 類似這樣子 我就用啟動的聲音 讓他擴散的時候 不會擴散太多 好 那這是一種鍋 那其實我們剛剛講說 這種鍋叫做 酥米鍋 或是我們叫做一種 說法就是酥米鍋 怎麼酥米鍋 我不懂啦 酥米鍋 酥米鍋 大家可以看到我跟羽龍 還有小會在做實驗的時候 我們這樣擠過來的時候 這個兩個比較靠近 這是密謀的 當我這樣彈出去的時候 就變得輸了嘛 是不是 這種鍋的傳遞棒式 弄成他的繩子這樣子 你看他鍋這樣傳出去 一不一樣 哪一不一樣 不一樣 這樣怎麼不一樣 然後腳的繩子 鞋上面有鞋子 找一下 啊這什麼 所以你正常來講 你看到神波可能是長這樣 那是蛇喔 蛇波 對不對 你看到神波是長這樣 它就是波這樣 一點都不像啦 順暢 一點多 摔動 可是 這兩個東西就只差了 有一個往下的力 跟你往上的力 過往上的力 OK 非常好 你看這個波齁 它的前進怎麼樣前進 假設它是從這邊開始抖動 波是從這邊過去 波從這邊過去的時候 可是就每個點上來講 它的振動方式是怎麼振動 是前後方還是上下 沒有 直往下 蛤 它只是在往下 是上下吧 它是在往前 它沒有往前 它沒有往前 這波的振動是上下 你去抖那個繩子 它抖完它就變直 它的力會往前 但振動不會往前 對啊 它的力是 它的能量是往前傳力 能量是往前傳力 它的速度跟力量是往上下 通常因為它繩子本身有張力 它繩子有張力 當我繩子起來的時候 它是帶著它 我這繩子 六隻繩子本身平對不對 我這繩子抬起來之後 我這繩子整個被帶動起來 讓過去 它整個被帶動過去的時候 是 你看我的手肘 有沒有往前移動 我手肘沒有往前移動 我手肘沒有往前移動 我手肘只有上下移動 對不對 可是我帶動我的手背 我的手指頭 我傳到這邊來 我都是上下移動 可是我可以把鍋往前傳遞 這是我們正常的鍋的運動方式 是這樣的 我的鍋上下移動 但是我把能量往前傳遞 全世界都是我的鍋長 這種鍋 是像神鍋那種鍋 這叫什麼鍋 蘇東鍋 這叫做 阿阿 這叫做橫鍋 橫鍋意思是我前進的方向 跟我正中方向剛好打90度 我是橫向的一個震動 好 那像我剛剛跟小薇他們做的示範 我們是這樣子 轉過去 轉過去 轉過去這樣傳遞的 你看我正中方向 我的手 是不是只有這樣震動 我手是這樣震動 好委屈喔 我正中完是不是又回到原來的位置 我正中方式跟我前進方向是平行的 是不是 所以這叫什麼破 你很強 所以這叫什麼破 蘇東鍋 所以一個叫做蘇蜜鍋 另外一個說法就是重鍋 就是它的前進方式是 碰到碰到碰到一直傳過去 所以它的 的路直 你看 太變文 它的震動的方式是 震動的方式跟前進的方向是同的方向 所以波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這樣 波 螺 波用來傳遞什麼 波用來傳遞什麼 能量 傳遞能量非常好 它把能量傳入去了 可是波本身的物質這個指點 有沒有移動 這個指點有沒有移動 有移動嗎 有移動嗎 它有什麼地方 你看喔 我這邊拿個繩子 甩一下 這個繩子的這個點 甩一下之後 有沒有真的跑過去了 沒有 沒有 這個指點還在這裡 能量 可是能量過去了 能量被我帶過去了 所以波 傳遞的是能量 但是它沒有把它指點做一個移動 所以正常來講 假設這邊有個水波 上面有個帽子 這帽子會不會移動 會 會 會移動嗎 怎麼樣移動 會啊 會往前移動嗎 會啊 會嗎 會啊 它怎麼移動啊 因為那個 證明不同 有時候高有時候低啊 有時候高有時候低 然後怎麼樣 然後它就會被我連動 好 其實 用帽子這個說法 其實我也不反對 但是它會移動 但它移動不一定跟你說的 證明 你要不要解釋一下 證明的大小 跟它移動的方式有什麼關係 你要不要解釋一下 這個是水面 上面有個帽子 上面有個修衣 好 我今天想要讓帽子往那邊移動 所以我普通丟水 休息一下二次 水花經過這帽子會先進嗎 會 不會 會 會嗎 基本上不太會改變 但是 它就會往前 它就會離開任何的位置 它會有點改變 那這改變是因為 是因為這水在動嗎 對啊 水有移動嗎 水沒有動 但是水震動的時候它就往前 水震動為什麼會往前 因為它被撞到了 它被撞到了 它被撞到 它被撞到 背什麼東西撞到 它有被撞到嗎 有 它沒有被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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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看嗎 我這是一條繩子 我現在找一條繩子 哦 我懂你說沒有被撞到 你想要繩子 來 這一條 謝謝不要再講 因為水一直混合在冒子的冰原上 我會繩子 所以上升冒的也會更難 蛤 我有繩子 沒有 好 我有繩子 有繩子的人到底奇怪 神奇 蛤 我有這個 inflam depends on colour 奇怪的手 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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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動關節 不要衝 手線來這邊站著 你要抓 要抓用力一點 停 不要動 這個在那邊對不對 這個螺絲在那邊 那我現在這邊給他一個震動 他們移動 是他們動而已 你看他動 他沒有移動嗎 還有你還沒有 經過一隻要不要動 你是複雜拗的嗎 不要動 我們常常會拿一高一滴 來吧 我看不到 好 瞧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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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濤 都會啊 你看喔 拉緊 好 停 好 基本上大家在移動 這隻繩子不是水繩子會把它勾住 那那個繩子可以 Please go back No I don't want 好 停 那種一下水跟沈牙球喔 哈哈 對嗎 這是3 沒有3次啊 我車子跟水不一樣 你要攪水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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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的 好 所以 所以 所以我們在波波 就是說 帽子基本上去連地 會動 可是釋像是不對的 它是會移動 為什麼它移動 它為什麼會移動 蛤 什麼力 它什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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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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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黃咖 它有原力的 嘿嘿 這位助學開條件事啊 我已經看到 好 帽子怎麼移動 帽子怎麼移動 要邀請你 帽子怎麼移動 或者帽子不會移動 帽子怎麼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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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裡有個加點 加點服務齁 加十點可以送外當馬力克 好 現在提供 加點服務開始 你告訴我帽子會移動 會不會移動 會不會移動 這樣提供做菜的原因 說明清楚之後 我覺得可以更加一點 好 你在講一下帽子 會不會移動 不會 不會移動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它整理是 上下這樣子 不會往前 然後 所以說 那個帽子就不會被往前 有一個說法 然後別的說法 帽子不會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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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帽子 我剛好喝的就跟 那邊 你把便當盒放在袋子裡面 你一直上下甩它 它也不會掉出來一樣 再講一遍 聽不聽清楚 因為剛剛小薇在講話 你終於擦進來的時候 我真的聽到小薇 小薇聽他講話 所以等我回過 你講話之後 你講一遍 再講一遍 再講一遍 那就跟 有 一個便當盒放在袋子裡面 你一直甩它 它也不會掉出來一樣 不一樣 這完全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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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間 這完全不一樣 超棒的耶 握握帽子會不會移動 握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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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 這是補片的標準答案 帽子不會移動 但答案是錯的 帽子一定會移動 不一樣 我應該就說了吧 混蛋 可是你沒有解釋帽子會移動 為什麼會移動 現在就知道帽子會移動的解釋 我知道 因為你甩 它就會上下動 然後咧 可是你往前甩的時候 它就會往前 就是這樣 不是這樣 對 包起來應該是 我夾到水是不是可以換 停 媽媽怎麼樣 沒有固定 它是浮在水面上 我現在在水面 造成一個鍋 因為 有包 停 你可以跟他來嗎 你看現在小薇在講 就聽小薇講 小薇 因為它 水面的鍋都會把它往前走 把它抹出 不會喔 我剛剛試過了 你看生的一動作 生日只有上下 生日的水不會好不好 一樣一樣 好 因為那個波動會上下 對 它會造成包地質 拉手 帽子不會不會往前 你講清楚一點 呃 就是說 假設 呃 我褲章上面有一隻螞蟻 然後這樣 然後我的褲章非常平滑 它就會往下滑 OK 非常好 其實 照東他講的東西 就是一個重力差異 假設它不會一動 那大家都不用去衝浪 對不對 浪來了 我就可以架浪前進 你看那邊是個斜坡 我只要忍他在那邊 我是不是一直往前走 我是不是跟著去坡往前走 是不是 有那麼一個瞬間 所以你只要掌握那個瞬間 坡上來的時候 你一定會往下滑 是不是 坡上來的時候 你一定會往下滑 這是重力的關係 對不對 那為什麼衝浪可以衝在那個 因為浪夠大 你知道浪很小的時候 浪很小的時候 因為浪就過去了 浪很小的時候 你想滑 你來不及滑 就浪就過去了 可是浪是這麼大的時候 你根本還過不去 你就在這斜面上 所以它會帶著你前進 是不是 所以這個有個前提是 這個坡夠不夠大 那坡了夠大的話 你就給斜的斜面 斜面的地方是那個高低差 重力的關係就會有一個洞 OK 好 照重下一位 對 我剛剛甩不夠大 YES 這裡那個誠譽也是七點 對誠譽兩點 幾點有什麼 十點 什麼 我講過了 學習單上沒有的東西 你可以上網去查 課本是一個參考書 網路是一個參考書 但是看課本是基本的量 你一定要至少把課本看完 至少把課本看完 學習單呢 很多東西跟我講說 所以你的學習單 課本找不到答案 對 很多東西課本找不到答案 有些是我在課堂上講的 有些是在網路上可以查到 基本上 課本沒有的東西 我都會在課堂上講 可是如果你課堂沒有仔細聽 過去了 你就找不到答案 那就知道自己要上網去查 或者說我錄影帶 可以上網去看錄影帶 好 清楚嗎 這位同學不要再玩了 不要再玩 玩什麼多 好 謝謝你 好 好 所以我們來看波 就是大概這 我再稍微註習一下 周期 是什麼 周期 周期 就是一個波 一個全波 好 小薇解釋一下 什麼是周期 什麼 那是平衡啊 我們現在講的是周期 還是周期 這樣子一個周期 對 什麼是周期 這樣子一個全波 這是一個全波 從這邊到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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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邊到這邊到這邊到這邊 什麼 一直從不對啊 我可能只有一個周期 譬如說來 那個 螺絲放我來 放他去 我譬如說 我放開 這樣就是一個周期 我手 放開來 它過去就是一個周期 我沒有震動第二次 就是一個周期 好 來 謝謝 再見 我先走了 好嗎 好 回去要看書 要寫學一看 學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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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教的 OK OK 你寫完就給我 拿去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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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點不交錯一點 好 可以交到這裡 我改完 都會放進去 那我可以 看一個 那我可以 現在 看一個 看一個 我幫你寫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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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啊 好 sorry 真的齁